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电话已关机 没了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莫莉洋的电话也关机了 东阳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份合同真不是你签的 我怎么可能签这个合同吗 我不可能我公司所有财赏 跟元老做什么借款担保对不对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什么贷款公司呀 那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 这 这 这就是我写的 但 但我没写过这个合同呀 我核实过了 这个公章是真的 如果字也是你签的话 这份合同就是有效的 不 它 它就是个假合同这个 上个月七号 上个月七号你签过合同 七号 七号 想不起来了 那公司的合同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经手 约他宁啊 叫他过来 这 这 这去老家了 给他发发三天假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好好好 用免听 什么也别说了 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听我的 好 喂 东阳 找我有事吗 丹宁 老家的事忙完了吗 能提前回来吗 想我了 我帮过你的 武林飞不在你身边吧 我一猜就不在 他又是在呀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好了 说正经的 领导有什么指示啊 你回来再说吧 你赶紧停机票 你好告诉我 我去接你啊 这么主动先殷勤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公司见 来 我觉得这事跟叶丹宁应该没关系吧 房人自信不可悟 可是我跟他认识都好几年了 应该不至于啊 黄总跟袁朗还有莫林 他们认识的时间更长 这就是结果 来 叔 你 你跟谁打电话呀 这件事情还是得告诉黄总 别 你你 你别跟我妈说行不行啊 东阳 这可是大事 在这份合同里 公司的所有资产都做了担保 对方一旦起诉 求是必将益 那我自己查呀 人都找不到 你上哪儿去查 我报警 我告他们诈骗 这明明就是诈骗 他现在已经做成了合同纠纷 东阳 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必须告诉黄 你告诉我妈干吗呀 你告诉她 她跟我爸一直被星球毁在我手上是吗 东阳 现在不是整墙的时候 那你顶不顶时间 我自己先查我们还有时间对不对 如果我拖一拖的话 应该能争取几天 好好好 那那就先拖几天 我 我们先找着叶丹宁 然后东进去之后咱们再说行不行 好吧 谢谢 谢谢 有任何情况给我来电话 我的手机不关机 记住一点 遇到任何情况保持冷静 好 他发现了 来 这些东西拿着 这是一张新的电话卡 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 这张银行卡 是我用远房亲戚的名字给你办的 卡里的钱 够你好好休息一两年的 房子我也给你租好了 钥匙在这儿 我不想待在上海了 你现在去哪儿都不合适 用不了多久了 秋冬阳就会从公司担任库里看到 那份和北京分销商的合同 少了最后一页 秋冬公司的每份合同 都是你经手的 他肯定会发疯了一样找你 说不定还会报警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是待在上海比较安全 害怕了 你还能担心的 万一被查出了 我会坐牢吗 法律 是要用证据说话的 合同是经手 可是经过这么多天 经手的人不止你一个 只要没有证据 邱东阳和怀远迎 就算心里清楚 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你不成任 秋师就必须理性合同 放心吧 我去找你 慧迪 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要离开上海了 还记得咱们一起看过一本书吗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过去 决定了她的现在 这些年 为了活着我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但从今以后 与你生活的我 不可能一直是那个戴着面具的我 真实的我没有这颗健康的心脏 它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所以万颖 不要照顾我 谢谢你 谢谢你救我 没问题 这行 早得她妹子 我还胖呢 我寻求你 说把丁丁带大了 就帮助我带孩子 你说 你说我对她不好吗 我做得挺好的 她要什么我给她买什么 我还给她钱 我还帮她换了心 我们说她好好的 等她好了我们好好过日子 她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是不是换了心 心就变了 谁的心变了 当妈的心永远不会变的 我又不是她妈 其实我要的不多 我跟她说她好好的 我就让她陪我十年 我就吃足了 可是她还是走了 走走吧 也比到时候我七老八十了 她再跟个年轻漂亮地走 我到那个时候更惨 可是她走得也太早了 我还没来得及好 是孝敬她呢 她就走了 要是时光能倒流 她说什么我都听她的 我一定不再惹她生气了 走得好 走了的人就走了 你再纠结都没有用了 你就是病了 累了 你想她了 她也不知道 所以啊 别难为自己了 最重要的 我们得好好活着 是我还是觉得我太不孝顺了 你是就想让我妈在上海 住到大房子 可是到了我连点首付都没攒够 妈 说句实话 我对你比对我妈孝顺多了 那你是对我东阳 都不是对我 我是重视东阳啊 可那不是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吗 要想夫妻和睦 家庭和睦 我不就得好好伺候您孝顺您吗 做饭 洗衣物 打扫房间 收拾屋子 这些都是我妈交给我的 可是这些事 我没有一件为她做过 直到她生命住院了 我再陪了她几天 我因为害怕您不愿意 我想给她点零花钱 我还得瞒着您 我有那么小气吗 您是不怎么大吗 我妈老跟人家说 她闺女嫁得好 人家根本都不信 我妈穿的衣服 都是十几年前的老款 戴的首饰 还是当年赔嫁时候的首饰 在上海跟我哥 挤在这么一个小商品房里 真是能相信那闺女嫁得好吗 人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可是啊 这嫁得好未必能活得好 这鱼和熊掌啊不能兼得 人呀不能太贪心 否则就会像我 老了老了还瞎折腾 折腾来折腾去 就落了个感谢信 这说出去啊都是个笑话 妈 不管怎么说 吴迪还活着呢 没说她哪一天又回来了 就把她为什么离开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不是我妈都已经不在了 我想干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想跟她说对不起 她都听不到了 回来 等她回来 说不定人家已经娶妻生辞了 我不想了 反正我对她问心无愧 不见也好 说不定这就是缘分尽了 好了不想了 饿了吧走 妈带你吃饭去 吃不下 妈 我吓我妈了 好了 把眼泪擦到吗 你再哭不吃饭 让你妈知道 她会心疼的 你别再想什么孝顺不孝顺的 人不在了 想这些也没有用 等你将来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当父母的 生孩子不是为了光中药族 能有大出息是最好的 大不了平平安安的 还少操心呢 你只要好好的 就是对她最大的孝顺 但是我没有妈妈 傻孩子 别吓我 你还有我妈 你就拿我 当你的亲妈 好吗 不哭了 乖 吃饭去 睡着了 睡了 这孩子太难活了 你小的时候比她还难 什么呀 水卡 电卡 燃气卡 你怪三叉五了 也看看那个表 别忘交了 另外做好了饭 别忘了把房门关上 这是丁丁的接送卡 现在这个上下学的时间改了 比以前提前了半小时 你早上别忘了上闹钟 免得迟闹 爸 您要回去多长时间 十来天吧 那这个费用都不用缴了 你就回来了 万一要是回不来了 什么意思啊 这你不想管了 我就是回来了我也不管了 顶多是帮你搭把手 也行 我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会管好的 大呀那挺好的 这是你一贯的作风 瞧你这话说的 就你这德行 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老花不是说吗 前人走的路 后人都在走 年轻时候犯的错 一个也少不了 不怕犯错吧 就怕是一辈子 不知道自己有错 行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男人 甭管有多大的本事 都要有天大的担当 这是你爷爷送给我的话 今天我把它正式地送给你 将来等丁丁长大了 你再把它送给她了 其实我妈这辈子 挺亏的 做女人都亏 对 谁不亏呀 我小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教育我 要乖 要听话 要做爸爸妈妈的小棉袄 等长大了 嫁人了 又被教育 要隐忍 要让步 要贤良淑德 要做贤妻良母 还得领起半边天 想想当初 我想自己出来做公司 东阳她奶奶死活不同意 跟我寻死迷活的 还是我自己偷偷 背着她 到我们家亲戚那儿借的钱 才把公司搞起来 要是他肯定做自己的 一定会想给她 有DIYi 我现在做了多少钱 那一天 我非常好 集中的 数学生 超级的 那也是我的功劳 是我教育的好 我从小就教育我们东阳 要做乖孩子 将来娶了老婆 要对老婆踏踏实实 一心一意地好 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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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真好 你一定要好好笑着她 那不容易的 不要像我现在 那么后悔 我今天跟你发誓 我一定要 当一个好儿媳妇 你还要好好地孝敬咱妈 你把你的妈妈 都是我自母的妈那么孝敬 好好地孝敬咱妈 东阳 快吃 对了 妈 吴迪她走了 走就走吧 反正她病也治好了 我就当行善既得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是最近工资可能是太多了 我有点累 对了 妈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跟袁老还有莫莉阿姨 认识多少年了 那可好几十年了 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跟你爸爸还没结婚呢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没什么 就是 袁老她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不莫莉阿姨回来了吗 然后公司最近有几个项目 都是用她的设计 我就怕影响公司 所以我就问问 妈 最近我听了一些闲话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听说当年莫莉阿姨 跟袁老离婚是因为你 胡说八道 她离婚的事 我跟你爸是都反对的 我两边劝 可她们谁都不听啊 你不知道那莫莉阿姨 死将死将的 千金大小姐脾气 稍微对她不入意 她就闹 她把袁老弄得差点没自杀 那后来怎么样了 也没什么 她就是太任性 你跟我说说具体的呗 其实很简单 就是袁老当时 在他们家公司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 那她就是算上门女婿了 这上门女婿的饭不好端 她要受老丈人的气 所以她就想离开 那个时候我跟你爸 正好在创建公司 所以她就想 跟我们一起创业 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可是她背着我 把所有的条件 跟你爸都谈好了 等我知道了 她已经把合同都签了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好像不到一年吧 他们就移民去美国了 那你说这莫莉阿姨 怎么又回来了呢 她是不是准备跟元老复婚啊 这事我哪知道呀 他们两个人恩恩怨怨 一辈子了 感情的事情我哪知道呀 你呢 我来如此 你得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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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来电话了 没接到叶总 航班号没弄错吧 我也以为是弄错了 就打电话给叶总 叶总手机停机了 停机你给他交费啊 不是欠费 我打电话给服务台问过了 办的是停机保号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把三个月七号的合同给拿过来 好的 我从档案袋里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存档的时候 我检查过一遍 最后一页是在的 你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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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看看 我们基本没有胜算 这是个精心策划的局 如果真的到了法院 你跟法院说 这份合同是假的 可是 你又认识借债人 而且借债人元老 又是你们公司的股东 首先你就具备了替他担保的可能 那 那如果我找到叶丹宁呢 别说你现在找不到他 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 你说是他在合同上做了手架 证据 没有证据 你就算知道是他做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叶丹宁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叶丹宁 你给我出来叶丹宁 叶丹宁 站住 你干什么呢 滚 你怎么这么笨 学了多少遍领带都不会搭 这不由你吗 我还学上吧 你别说 我觉得这领带配我这西服挺搭的 好看吗 你也不想想 这女生送领带给男生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经常送我领带吗 这方面你比武林飞强过了 我比她强的地方多了 对了 你这领带多少钱买 过两天我给你 我先走吧 你干什么去啊 约会啊 那你什么时候腾个时间跟我约会啊 等你有男朋友了 我一定陪你去约会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终身不嫁你信不信 欢迎加入公司 也感谢邱总的信任 喂 您好哪位 喂 喂 要带您吗 想不到你还会跟我打电话呀 挺好的 这么多年的老同学就是不严了 变旧情 符合你的性格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丹宁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设计得可真够精密的呀 假借款假合同 你不会是咱们班的女学霸呀 为什么呀 丹宁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妈 不说话是吧 好啊 我听你说 因为你爱我你得不到我 你就恨我是不是 因为爱生恨我能理解 其实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得 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明白吗 除了我妈和伍吕芬 你是我最信任的女人 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丹宁 我没有欺骗过你的感情对吧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我侵犯过你 是不是 那 好 也许你 你以为我利用你的感情 你认为我邱冬阳 我是个混蛋 我是个王八蛋 我对不起你 我能理解 你要做什么你冲着我来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不要害我公司啊 丹宁 那不是我一个人 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细绝 你明白吗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爱过我吗 在结婚之前 在你活不了远之间 没有一个 你保重 喂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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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林律师 一旦您给我打电话了 我感觉他就在上海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 exist 并不能想捐打的电话 为啥会儿的发生了 你远不着急 都不着急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väl 你不着急 你可能是吗 你不能在那里 没有发生了 你是不是家里武林飞不倒 外面叶丹宁飘飘啊 那稀有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我可真帮不了你 这是公司的事 就是 在工作方面吧 我对他可能有点误会 所以 能有什么误会 说白了 给的钱少了是不是 要不然怎么说 有钱人为富不仁呢 叶丹宁对你多好啊 这么好的姑娘 为了你不谈恋爱不嫁人 当不了你老婆 就去给你当副总 去帮你赚钱 你还不知足啊 没有不知足啊 你就是不知足 你要是知足 你就不会把叶丹宁 弄到你身边 去给你当副总 你居然选择了 当年跟武林飞在一起 就不应该再跟叶丹宁 有任何纠缠 于公于私都不行 你们这种关系 应该是离得越远越好 不要幻想着 做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 所谓的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啊 说白了 就是没有成为夫妻的痴男月女 你们家武林飞那是什么脾气啊 不用想我的知道 叶丹宁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保不齐就是当着你的面 笑脸相迎 背地爱人神伤的 我看啊 你也别找了 她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啊 说不定过不了几天 她自然就会回去找你的 我呢跟你不熟 有些话不该我说 但咱都是男人 是男人就得担当得起责任 这事从头到尾你就做错了 你既然知道别人武林飞那脾气 也知道别人叶丹宁对你的感情 你还把叶丹宁弄到你身边 天天跟你朝夕相处四目相对的 你是在折磨叶丹宁 还是在嫌你日子过得太舒服啊你 我就是太着急了 所以我想找你过来问一问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那我走了不走 你看看你 你好来话你不分啊 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嘛 我知道 行行行行 多得我也不说了 说了你也不爱听 这样 我呢 托同学们找找 如果有叶丹宁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不好 行行行 那谢谢了 还有一件事 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就是这事 千万别让你们家武林飞知道 他那脾气我真受不了啊 你怎么坐在这儿喝酒呢 来了来了来了 你别说还真管用啊 我跟你说我在黄埔家 你就过来了怎么着 担心我自杀呀 我给你叫了车送你回家 回什么家呀 过来过来过来坐着喝酒 别在这儿撒酒疯 撒 撒什么酒疯啊 就这么几瓶酒我就能喝醉呀 我告诉你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你想喝醉了 撒酒疯的时候 一发现你怎么喝都喝不醉 我今天叫你过来 是有事情跟你宣布 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你彻底分手 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我是说彻彻底底的分手 这辈子再也不见面的分手 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我是说彻彻底底的分手 我是说彻彻底底的分手 这辈子再也不见面的分手 一条生物 这样呢 就让我们彼此相望于江湖 我知道 你心里肯定没有彻底忘了我 要不然你都不会接我电话 你也不会在这儿 你这个人 就是这个毛病 心太软 不然 你的心啊 就软得跟豆腐一样 对了对了 我刚才啊 看见一对小情侣在吵架 你知道为什么吵架吗 因为一套房子 我当时就想 我说你真是太好了 你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提 还体谅我的父母 什么都不要就跟我结婚了 后来呢 把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么离婚了 就这么离婚了 我突然想探紧一个问题 我觉得 婚姻啊 她就想夹心面包 你说夹心放多了吧 太甜 也不健康 你说不放夹心呢 那谁吃也不好吃啊 我们呢 就是一口一口地 把夹心给吃没了 牙齿也吃坏了 身体也不好了 然后再想吃这个面包 然后发现这个面包又不好吃 最后没办法 我说的没错吧 在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们的婚姻生活 就跟我小说里写的 男女主人公一样 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每天睁眼就能看到你的笑脸 你也能看到我的笑脸 我们再生一个小宝宝 我们有自己的家 但小说就是小说 现实生活中呢 房子 是你妈买的 孩子 是我跟别的女人生的 每天一睁眼 就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 弄得我焦头烂额 烦都烦死了 你呢 你永远都是那么善解人意 一副女神的样子 那跟我这一比起来 我太混蛋了 那像我这么一个混蛋的人 我有什么资格纠缠你 对不对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有必要再说吗 今天都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这些 你让我说完不行啊 你不觉得有一些话 不说出来更好吗 不说出口 好 那我这些情绪 就烂在大海里了 佳麟 我总觉得咱们结婚之后 我一直认为 反正还有明天 我欠你的没关系 我明天可以还给你 我一直认为明天明天 结果倒好 我自己把明天给弄丢了 我跟你说 这个男人要是跟女人讲将来 那都是扯淡 不可靠 欠一下的债 根本还不还 所以下次你再找男人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你可别一辈子 你再载到另外一个男人手里 你是想说我选错了呢 还是你今天想跟我说对不起 我今天不说对不起 特别是对你 那你大半夜地 你把我折腾到黄埔将来 你就跟我说这些啊 不放心了 无聊啊 是我无聊啊 我早就知道爱情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是我傻呀 我知道你跟月小卿的事情 我觉得 我无所谓 因为我爱你 我们的婚姻结得那么地仓促 无所谓 因为我爱你 可一直到丁丁的出现 我突然觉得害怕了 我怕我们的爱情输给血缘 可直到你妈妈生病住院 交求我们复婚 直到后来我知道她是装的 我才知道我说给她不是血缘 是谎言 谁 你还是恨我妈 我不恨她 反正你不喜欢她 这也正常 婆媳之间的关系是最难相处 正常 你也是我妈这个人也是 临了临了 还折腾这么一处 我知道 你跟我离婚 你是对我彻底失望吗 你做到了我心中想要的那个 我却做不到你心中想要的那个 江林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我是真的想成为你心里的那个人 但是我就想成为你心里的那个人 就是做不到啊 太多的人 他们只看到我现在成功了 总觉得说 你现在应该可以跟江林复婚了 可你当初嫁给我 你不就是希望我能够有今天吗 现在我终于有今天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复婚 你跟我结婚 是因为爱情 你跟我离婚 那是因为 你对我的情还在 但是爱没有 但是江林 我知道我爱你 所以我决定放过你 那既要放手你就放手啊 你这个人 人品太好了 你就是见不得人可怜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我可怜你 那是因为你傻 我怎么来的 你惹可怜你 你记不记得 我从公交车上把你追下来 我们首先来的地方就是这儿 我跟你分手之后 我了无声娶 我就会经常一个人 到这儿来坐一坐 我见得多了 谈恋爱的 分手的 吵架的 求婚的 我什么都见过 就在我 快要把你忘记的时候 我偏偏遇到了岳小青 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再提岳小青了